一口小象在草原上拼命奔跑 惊慌失措 因为就在他的身后 紧跟着全速追赶的狮子 狮子的速度很快 不一会就追上了 只见他一个跳跃 就爬到了小象背上 一口下去咬住了小象 小象应该是痛苦极了 没有跑几步 就直接停下蹲在了地上 狮子不依不饶 依然猖狂肆虐地咬着小象的后背 即便小象的体重比狮子要大的很多 但是此刻 他却是很被动的一个状态 狮子迅猛的攻击力 将捕猎主导却拿捏得死死的 过了一会 小象觉得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 于是他顽固地站了起来 狮子就跌落下来 但是狮子的战斗力 时刻都是一百分在线的 摔下来又算得了什么 又跳起来朝着小象的背上咬去 此时小象打算转身反抗 由于背上受到袭击 十分疼痛再加上背后承载着狮子的重量 小象一时间重心不稳 摔倒在了地上 更糟糕的是 此时此刻又来了一只狮子 面对两只狮子的围捕 小象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了 只见他在两只狮子的撕咬之下 逐渐停止了生命活动 我们平时了结的大象 虽然体型巨大 但是脾气性格都算得上温柔平和 一般来说 大象是不会主动去攻击谁的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 大象就好欺负 当他们受到攻击和威胁的时候 就会展现出自己的洪荒之力了 就像这个视频里 一只狮子正在丛林里虎视眈眈的望着大象 其实对于狮子而言 大象并不是自己的首选猎物 毕竟大象的体格摆在那 单纯的肉搏单挑狮子 很难成为大象对手 但是这只狮子似乎是饿坏了 无奈之下 饥饿难耐 只能对大象下手了 于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冲上前去 对大象的疯狂袭击 狮子紧紧抓住大象的头 但是因为双方体质相差太大 狮子没有办法 像以往一样一招锁猴 所以狮子只能啃 大象的头部被狮子攻击着 啃咬着 但是大象好像皮糙肉厚 显得很是淡定 也许这大象眼里 狮子这点手段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 狮子不依不饶啃食着 大象似乎被惹恼了 开始用力地摔头反抗狮子 狮子在大象的反抗中意志坚定 不论它怎么甩头 就是不松口 应该是恶极眼了 但是大象的真正实力 并没有释放出来呢 象牙和象鼻都是大象的得力武器 再加上大象身的体重优势和巨大力气 轻轻松松地用象牙就顶翻了狮子 然后再用象鼻抽打它 狮子总算是领略到了大象之怒 深知自己力量不敌大象 只能灰溜溜地逃走了 我们知道狮子一向都是很骄傲的草原之王 但是遇到大象这种大力士 用于低头逃走才是明智的 再知道自己的实力情况 选择作战 或是投降在大自然是很好的一个生存法则 一味盲目向前部认清现实的话 是很容易吃大亏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新来的朋友记得关注 方便回顾往期内容 并且不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